大家好 我是微風 也可以叫我水煎包 因為前面幾片 前面幾個影片我都叫水煎包 好 不管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是 立體 好 這些是我之前的愛刀 現在也是愛刀 好 那不管 我們現在來開箱囉 咳咳 嗯 非常簡單 好 沒東西了 然後 先來看一下我們ZTE的說明書 那他這些說明書應該就是他的 開刀方式啦 然後他的使用方式 噢 喉嚨有點 這個算是他推薦的角度吧 刃角 好 這些不中掉 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將將將將 有一條姜耶 好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這一把ZT的折刀 然後 這邊刀尾神是我請人家幫我綁的 所以這個就先忽略掉 好 我們今天這個是我們的主角 看一下齁 這就是 ZT 0562 CF 沒錯啦 就是 2014亞特蘭刀展的得獎刀 就是 必滿刀品 痾 必滿刀品 獎 好 那我們先 二話不多說齁 馬上來測一下他的長度 差的長度其實都 官方都有給啦 很多賣刀都有給 但是 還是想要自己量一下嘛 對不對 10 10 然後讓我對個交號 大約是在 12 23大戰 讓我對個交號 對 大概在12.2 這邊 然後再來是刀刃的地方 我們從刀尖這邊 到刀 到刀 最底部這邊算齁 有沒有刀尖 這應該看得到 9 好 大約是在9公分 然後 整體長呢 整體長呢 整體長大約在 二十 二十 一 也沒有喔 對 21.2 左右 好 那其實這一把刀算是中 中長型的刀管 然後他的握持感其實很棒 在大拇指這邊有做人體工學的做法 所以他在握感的時候 他的握感非常的棒 非常的舒服 然後 他的這邊比較光滑一點 然後摸起來比較舒暢 比較不會有那麼刺手感 像 這個 就會有一種那種刮皮膚的感覺 然後他其實這個不會 很舒服 很棒 然後 這一款刀款呢 嗯 他的刀 我們 我們等一下再講後面 我們先講前面這一塊 嗯 他說採用的是 就是 這對焦之慢耶 好 他說採用的是 那個 CTS204P 這塊鋼材 然後 這支刀 刀子的編號是 3634 是 呃 他的刀子呢 其實採 呃 半死刑 半拉絲的狀態 然後他的這一塊有沒有 做字的這一塊啊 龍骨嗎 就是這一塊他是做 死刑的方式做呈現 然後這邊也是做死刑 然後 呃 在他的刀子的這一塊 就是刀腹 這邊是做拉絲動作 然後還有 假刀的地方也是做拉絲 那其實我就比較 嗯 比較不解的是為什麼 他不像之前幾把刀子 都是做死刑 這樣 他在我們在使用上的時候 比較刮傷 來說 死刑的可見度 比拉絲來的更低 也就是說 你如果你有拉 就是在切割 切菜切肉 切紙箱切木頭 幹什麼 隨便 你所造成的傷害 一定都是實習比較 嗯 比較看不清楚 那拉絲的話 因為畢竟他都是有 同樣方向性的拉絲 一段你在做切木頭 或是切青菜 切肉 切豬肉 切什麼的 切冷凍食品 我們會這樣子 我們會這樣子拉 這樣子削 他的痕跡 絕對不是很整齊的上下 而是有可能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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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這樣這樣 上下左右太多 太多不可硬 不可確定的方向性 所以說其實拉絲的話 有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很明顯的 那種傷痕在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他一樣是採一體鎖 也就是 利用這邊 整體 完全進去鎖住 那一體鎖的好處 我前面也有 前面幾部作品也有 影片也有講過 握住的時候 耐用性很高 很強 很強悍的一個 算是很強悍的鎖 然後 那我喝個水 然後他一體鎖呢 不像以前的一體鎖 就是直接用太耳精 用太耳精去抵刀根 而是現在先是 後面還會 還會再鎖一片 就是 後面還在鎖一片 所謂的不鏽鋼嗎 反正就是鋼 鋼材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去做抵刀的動作 那 呃 原因有幾點 一 鈦合金比較軟 雖然說他是個很好的鋼 雖然是很輕量化啦 然後很耐縮 耐縮 那 的成分 的優勢在 但是他就是不耐 呃 不耐磨 所以說你看 他這邊就抵了一個 像不鏽鋼的東西 不要晃 不要晃 這邊 用抵了一個不鏽鋼的東西 那 抵了一個不鏽鋼的話 就是可以他比較耐用啊 比較 他在做開合開合開的動作 他比較磨得慢 然後也比較不會傷到整個一體鎖的那個魔號 那其實這一個 呃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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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刀的那種 多一層墊片啊 其實有兩派說法 一派是說 哦 這個多一個墊片啊 很棒 如果壞掉 或是磨 真的已經磨掉了的話 我還可以再換新的 那一派說法是說 如果我換新的時候 我這個 墊片啊 是不是跟我的刀根有 呃 磨合 就是有match到 就是有合到這樣 那其實就是 呃 各種說法啦 就看個人的想法跟 跟 呃 考慮 那我個人的想法 跟我個人的意見是說 其實 那那些疑慮都是很之前 剛出現這個的時候 呃 聲音 的反應 但是現在這個 這種做法已經不只一家刀場 而是很多刀場 如果他用 鈦合金的刀身的話 就是 握把的話 他們一定都會去多加這一塊 那其實 久了 呃大家的技術越來越純熟 之後其實這一塊就已經不是成為大家的 討論重點之一了 就不會再餘力說什麼 呃不耐用 或者是容易斷掉 容易壞之類 好 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好我們先收個刀 然後他這邊 一樣他也是利用這個指刀柱去做指刀 利用這一個去靠近他的刀身 然後做指刀動作 那他的好處是說 這兩點如果越靠近刀身 我們可做工作範圍就越多 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不會因為開刀柱或是 那個 因為如果這邊沒有做指刀動作的話 其實這一個算是開刀柱 如果他在這邊的話 例如 這個 這個 這個就算是開刀柱 完全沒有做指 指柱刀子 我們就叫開刀柱 那他越靠近身體的話 其實他我們工作空間越多 在削木頭切肉切菜 才不會因為這個而阻擋到我們的工作 工作範圍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卡蹦的另外一邊的材質 然後他其實做兩邊 那一邊 一邊是 鈦爾基因 一邊就是用卡蹦 一邊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減輕重量 好 這次卡蹦也是我最滿意的之一 因為其實他這一款刀子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M390版本跟204P版本 M390版本的卡蹦呢 其實他做的 看個人而已啦 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不好看 原因是因為他的卡蹦是做這樣子 方格狀 而且重點是 他中間是方格 旁邊是有點 向外斜 這邊也是有點向外斜 而且他斜方向一邊是往這邊 一邊是 往這邊 一邊是 往這邊 所以他的整體卡蹦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的優 那他這一次的版本 新版本 就是204P這個版本呢 他卡蹦做得非常棒 他是做 完全就是全部都是斜面拉絲的 前面的那個邊法 那個斜面邊法 所以 他的整體上看起來就是比較舒服 比較好看 比較不會那麼的雜亂 然後他的整體摸起來呢 沒有刺手感 然後他的刀身這邊 一些接縫拉 你這樣摸過去 沒有那種金屬的那種刮 刮手感 所以我覺得他做 做得非常的棒 對 他這邊都沒有刮手的感覺 所以 他其實他在金屬一些 這種收邊阿 都收得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軸層 那這個軸層呢 其實就是滾珠軸層 那滾珠軸層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這邊是不是刀 刀身 這邊是刀根嘛 就是刀子的那種 折刀那個命脈 那以前呢 可能就是 浮鐵龍 就是白色那一種 然後再來就是 銅片 然後再來是滾珠 那滾珠的好處是說 他的開刀 像這樣開刀的順暢性很高 而且我們收刀 其實看順暢性就是這樣 有沒有 我們不要壓住 我們不要壓住那邊 那路那個直刀柱 有沒有 非常的順 那他的好處 一 我們在做開刀順暢之外呢 再來就是他 因為他是滾珠軸層 他裡面有鋼珠在做轉動 所以他開刀出去跟回來 出去回來這一段 很多常出現的那種動作的時候 他比較不傷這個裡面 如果大家有拆過刀子 就其實都知道 他裡面都會 呃 因為他兩片夾住嘛 他這樣久了之後 他會磨炮這邊 就是他的支撐的那個 電片的地方 那如果改成滾珠的話 其實他就跟著滾動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太會傷到刀片 所以呢 他的耐用性跟他的 久了之後他會不會左右搖晃的問題 就會比較 比較輕微比較不會這麼的嚴重 然後也比較不會吃刀身 就是 銅片嘛 畢竟久了 在那邊一直開開關關 他那個會磨好磨進去這樣 然後兩邊都是滾珠 然後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他的 他的鎖點 那其實他這款刀子 他的鎖 他是做1 2 3 4 5 5個螺絲去鎖 那 他的螺絲其實不算多 也不算少 那算是中等 我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有些的話 他可能中間還會再多加什麼東西 粒粒糕糕的 然後 鎖了一堆螺絲 耐用性或許提高了 但是你如果要做清潔 或者是維修的時候 你會覺得 鎖好多螺絲好麻煩 而且 也不好拆卸 那我覺得這個螺絲 我還能夠接受 然後 這一款 這邊就是 鎖被夾的地方 像有一些螺絲掃又很耐用的 就什麼大砂 小砂 他們都是 還算不錯用很多刀款 只是他的價格 單價 可能就會高了一點 好 然後這一塊 圓盤就是來擋住這一塊 一體鎖 避免我們過度 過度解鎖 然後造成這邊 彎掉 或斷裂之類 然後 刀身制裁 那種 水滴狀 對應該算是水滴狀 然後 前面有甲刃這樣 臥槓很棒 他這邊 都會了一個 那個 指滑 指滑那種壓刀的地方 很好 算是 很不錯 然後這邊 魚棋有沒有 可以防止 你 切東西或幹嘛 然後去切到 這樣 就覺得這邊做得很棒 算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也不是算設計 這很好的一個點 然後再來一次我們要看的是 這一個背夾 然後 這一次我會想 想要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背夾 也是我的重點之一 那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Yuoka 我們就拿他來 借帶一下 背夾越深 他的隱密性 越好 而且他的穩定性也越好 例如說 好我們先隨便拿一個 假如是這一種的 他背夾是開到指這邊 我穿到我的褲頭 我的口袋裡面 只有到這邊 我是會露出這一節 知道刀子的人 或是對刀子比較敏感 畢竟最近很多新聞 他們就覺得 哎呦你什麼手上有帶 類似當刀具 那種東西 好可怕喔 好 這一個 換了這一把 好 又好多囉 因為他是沉摸字型 我前面有介紹過 摸字型可以比較隱密性 還是露出這麼一節 或許人家覺得 還好 可是有人先看到 好可怕喔 沒關係 好啊來看一下這一款 放到口袋後 隱密性極佳 完全看不到了 只剩下這個背夾 你帶的是一支筆 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隱密性很好 而且他的好處 他不只是說 你在褲頭上面隱密性好之外 但是說 你看喔 假裝這是褲 我 我 放到我口袋裡面了 然後因為他 吃的比較深 所以他可能這邊 就可以比較 比較實際的抵住那個褲子的地方 就是褲 口袋抵啦 所以說他在走路的時候 也就不會這樣左右搖晃 而是完全就是抵住 然後其實在開箱之前 我已經有用過 就是用 昨天 就已經有用了 然後也放在口袋裡面走路過 那我走路的時候發現 比起帶他 跟帶他 他 我更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 原因是什麼 他跟他只差了10克而已 重量其實沒有差很多 再加上我綁的刀繩 其實也已經 拉回來 跟他一樣重 原因是因為他 長度長 在口袋裡面 幾乎是把口袋給拉開 拉開了 雖然跟他一樣也是有抵住口袋頂 但是 他的長度的關係 跟他的整體性 他 你走路的時候他會晃 很明顯 那 這一款 不僅他吃的深 所以說他整個重心 就是已經在下 就吃的 吃的深就已經重心在下方 再來就是他抵住你的口袋的底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 他是跟你的 那個 就是整個口袋 跟整個褲子在晃動 所以他的 他的明顯的感受度 就會低很多 就會感覺不太到他的 換動感 然後 我們來近距 特寫一下 Carbon 很美齁 相機因為風的關係一直晃 不好意思 有沒有他的收編 切割 都做得相當的不錯 然後 他的 他的 那個 背夾他是踩兩面都可以用 就是 他這邊有個螺絲轉鬆 轉鬆之後有沒有 這個是可以拔起來 轉個面 這邊有個插槽有沒有 拔起來轉個面 再插回去 那其實他這個螺絲是非常的緊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螺絲會掉啊 什麼的 其實不用擔心 就是 也不是鎖得緊啦 就是他的 裡面的機制其實要 解開 完全解開 就幫忙拔起來 所以他的 他的 安全性 跟他的那個 性能比較好 比較不會掉 因為他是一個歐環 鎖進去 他就固定住 拔起來 他才能拔出來 這樣 然後 他的 滾珠軸 其實做得非常的棒 很 很OK 然後 整體性不刮手 握實感很不錯 很有人體工學的感覺 就是 手指頭該抵的地方都有 可能我的手也比較小 所以感覺 還不錯 算不錯的刀款 應該說算我非常滿意的刀款 然後 這邊有指滑的那種 凹凸 你這樣平看看不出來 但是這邊是會用的 所以說 讓我們很大力的握持的時候 我們露線進去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那個 抵住的感覺 比起直接露出在外面的時候 去摩擦到你的手指啊 或者是褲子來說 來的好很多 然後 然後 我們還要來看一下齁 說到這邊 我還沒有 還忘了介紹一下 他這一次他的那個 他裡面 誒 對一下交 有沒有看到 裡面的那一顆球 誒這邊 誒 他的球其實算蠻凸的 所以說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 咬刀的 力道其實還蠻大的 你再解釋一下 有沒有 他咬刀的力道越大 其實我們在口袋裡面 就不太 不危險 至少我們在 飛甩刀的時候 他比較 不會自己 慢慢的滑開 這就可能有危險性 或許你放在口袋 啊我要拿個零錢 我要拿個錢包 我要拿個鑰匙 啊 受傷 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做的設計 非常的棒 呃 大致上應該就是差不多 介紹到這裡 那 本來是想講一下 M390跟 204P的差異性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們的成分 都差不多 只差在製作 剛才的廠商不一樣 那他的成分 也就差一樣的東西 是多了3 0.3而已 那 沒關係 我會把我的 呃 兩個鋼 鋼彩的那個成分 貼在下面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繼續查一下 那我今天就不多做贅述 然後來比較一下 跟Yoyo卡比 這是正常的Yoyo卡大小 其實 不差多少 好啦 那今天就先這樣啦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 也 歡迎多訂閱 那 如果有新購入刀子 或者是 呃 其他的話 也希望 嘖 應該會慢慢 很慢很慢 才會再拍一次吧 因為畢竟 刀子這種東西 很大的坑啊 而且最近又在玩這個 有看到的人就知道是什麼啦 好 那 今天就先到這裡唷 謝謝大家 掰掰